其实我43岁就提前退休了 我已经不用上班了 我最早买的投资工具就是一个 基本上可以说是骗局 叫101的储蓄保险 很频密的炒灯 最后都是亏的 到了一年之后我就斩篮了 我亏了几十万 那里一次过就 一张亏了160万 所以其实 这些 说出来给大家听 你听到这里你都知道 投资要很小心 因为很多陷阱 为什么我现在还去提前退休呢 你说我买股票又亏 买债券又亏 买基金又亏 全部都亏钱 买那个保险又亏又被骗了 为什么我现在还可以 支支援又不用上班 可以自己生活到 我觉得人生唯一成功的一个投资 而是可以 跟大家分享的 成功靠库干的话 就不用看这条片了 现在呢 我在长洲的山顶道的度假屋 这里 这是私人的度假屋 我本身是一个大陆生移民 我在1985年 15岁时 我来到香港 我带里面只有2元 过了28年时间的努力和奋斗 我到了2013年 我已经可以踏到财务自由 可以提前退休 幻游世界 中间我究竟做了什么 可以令到由2元 去到财务自由呢 这条片要跟大家分享 如果我告诉你 我现在身处在 毛里球师 或者是马尔代夫的 无人沙滩 你都会相信 不过 开始吃我的早餐了 我们夜日 松松茫茫 忽略了 在身边 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 其实都不一定要 不想 去小梅沙人不仁 香港已经有这么漂亮的沙滩 一个人都没有 而且这里距离中环 只是半个小时的船程 不太方便 我是因为 我的 视力出现了问题 视膜磨脱落 做了手术之后 在家里 吐了整个月 养病 受不了 因为很久没试过 一个月都不出门口 除此 我的一个 伯母就借了 她这间私人的度假屋 给我 就在这个这么漂亮的岛 我就有点时间 可以慢慢在这儿发掘一下 这个就是 我们的 长洲 早上各位朋友 我已经来了长洲 这里度假一个星期了 都信众要求 有朋友 想我分享一下 为什么可以 不用上班 为什么可以 提前退休 熟悉很多朋友都知道 其实我43岁 就提前退休了 我已经不用上班了 不用每天准时 以前我就是7点 起床 6点半 有时 然后9点之前 要回到公司 星期一到四十五都要上班 然后有很多报告的准备 很多老板 现在我已经脱离了这种 即常的生活 都脱离了十 好快 十一年 我今年55岁 有些朋友就问 怎样可以做到自己 提前退休 享受人生 特别是怎样做财务规划 怎样做人生的规划 还有 怎样可以享受到被动的收入 这条片 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基本上是我自己 实践的 一些经验 因为 不同其他年轻 我都有看过 其他YouTuber 很年轻的年轻 他们会教人 人生规划 可能他也是看回来的 因为始终 他太年轻 我又不同 我跟大家说的 就是自己实践 不过我还不是一个专业的财务 规划师 因为 这里好美 这条海景 给大家看看 这里 是一个 天福亭 这是一个 亭 可以看高的亭 去望到下面 长洲岛的最南边 对 北边在上面 这边是什么南边 那 我自己不是一个专业的 一个财务规划师 那 我都会分享 一些 我自己 在过去的 三十几年 就是要打工开始计 失败的案例 我亦都有成功的 规划的 亦都有失败的 规划的 希望 对大家有点启发 那 第一件事 如果你真的想 提前退休 第一件事 我就觉得 你真的要调整自己的心态 你应该 有一个什么的心态 如果 比如说你是一些 需要很大的 物质的 享受 在这 比如说你需要 买很多手袋 买很多车 或者是住大屋 那些 那些你 可能真的要辛苦一些 除非你是有 护杆 你是有老到留地的 如果像我这样 出生意 草根 靠自己的话 其实我第一件事 我在三十多岁 当时我已经想退休了 那我就调整了自己的心态 我计一计 我其实 不需要那么多东西 就是我简简单单的生活 我又不需要工人 我又不需要大屋 我不需要名车 那一计一计 其实我需要 可能真的两三百万 已经够我退休了 那作为一个 在香港 你是 香港U 或者CU 或者是科大畢业的大学生 而你是很努力做事的话 其实你做十几二十年 找两三百万 其实就不是梦想来的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大家应该都知道梅妈的了 梅艷芳就留下了 梅竹 每个月就给梅妈 七万元的零用钱 不过梅妈说 七万元 很辛苦 很困苦 很惨 这个就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我不觉得 七万元 在香港 生活 你会很困苦 很惨情 所以其实 比想退前退休 第一个事 就是调整自己的心态 没有令到自己有太高的 物质需求 这是第一个事 调整了自己的心态 OK 其实我们不需要 去到七万多元 都叫窮一个月 我觉得 比如说 你如果想拿政府的 长生巡 四千多元 如果你过度生活的话 这也是 一个不错的方式 然后 也有YouTuber教大家 如果你的资产是超过 政府审查的四十多万 的话 你会把多余的资产 拿去买政府的年金 政府年金 每个月派钱给你 可能 比如说 排七千元八千元 你加上 长者生活津贴的 四千多元 已经是 我觉得是很足够的 要一万元一个月的 退休的生活的话 因为香港是没有 政府的退休金 香港不是一个福利社会 不同其他的 中国大陆 或者台湾 他们都有政府的退休金 在后面support的 香港是没有这些 虽然我们有MPF 我们没有退休金 讲完这个心态的调整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 你开始规划你自己人生 俗语说 难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郎 你找到一个正确的职业 努力做事 然后省点花 开始积极地存钱 其实已经是一个 很好的 人生规划 可以令你早日达成梦想 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说 其实我在1992年不作业之后 直至到我提前退休 即是我在2013年 我做事的时间 我看一看我计算 应该都是 我总共21年时间 那 我已经可以 踏到这个 财务自由 两方面的 一方面 赚钱 一方面省钱 连量都不少 有些人 我同期进去的 有些同学 即是我的旧同事 他们很大小的 每晚都要去砍酒 都去喝东西 然后又喜欢买 HIFI 又喜欢买车 那些他一直都没有上车 这是一个例子 那我自己就死限死底的 那一方面我要赚钱 很努力 特别是 我在Sony 工作的 最后的十几年 是呀 那时候我是如如得得水 因为 我老板好看得起我 我放售给我做 而我是 我丢了很多新的市场 回来给 Sony Playstation 包括有新加坡 越南 这些新兴的市场 我工作的时间 是16个小时 我早上9点 早到夜晚 11点 12点 那 每天睡觉的 只有5个小时 6个小时 我长时间是睡眠不足的 如果你看回那时的相片 眼袋是很黑很深的 很残的 跟现在的样子差很远 是老过现在 残过现在很多 就是说我三十几四十岁 即是当宅的时候 而同时 我是 我是 我是Sony 第一个华人的董事 我三十几岁已经做了董事 那我的月薪 已经是 即是我不方便说多少 本来是 相当高的一个月薪 在我同龄的年轻人里面 而我花的钱是很少的 我是极度省健的 如果 可以讲一个 省钱的提示给大家 就是 当时我是 大饭回家 回公司吃的 我是不外出吃饭的 这件事令我省了很多钱 我也没有 自己 付钱去吃晚饭 通常都是应酬才出去吃晚饭 我自己就不会花几千元吃一个晚餐 几百元都不会 我长期 大饭盒 直到我做董事 我都是大饭回家 回公司吃的 我午餐最少可以省五十元 晚餐省到一百元 就是这件事 一方面你找到钱 很努力做事 很拼命地去做事 一方面 你很省 死省死底 你就可以省到 第一桶的金 下一步就讲 这个最困难的东西 不是我的专赛 不过 都可以分享给大家 就是 这个投资理财 在哪里的 这个 在哪里的 本地 本地的 长洲的 白饭鱼 这个是 哇 这个虎鱼这么大 没有吃的 这个怎么吃 用来只蒸 冬瓜切瓜汤 蒸的 煮虾粥煲有味道 煮粥也可以 煮粥 这碗粥吃得更好 用微波炉气炸 或者煮粥 八二度 烤它十五分钟 熟了 茶蜜糖 送啤酒 这就一流了 哇 这些咸鱼很漂亮 马友 马友来的 一百九十元 鱼香茄像咸鱼鸡的饭 像粒粒的 用来提鲜味 吃虾干的 这些东西 这是红蝦 这个红蝦 你只好吃就可以 本地红蝦 是吗 本地的 一百七十元一巴 哈 真香 你说得对 花花菜 炒虾干 虾干 晚饭 用来煮公仔麵 米粉 通芯粉 也可以 接着到了第三部分 就是财务规划 其实 我不是一个成功的 或者一个 很聪明的财务规划的人 因为我自己不是独裁务 我不跟网上有些YouTuber 每个都说自己 找到几百万 一千万 在炒股票 我没有那么聪明 我会分享多些 是失败的真实的案例 因为过去的 二十多年 将近三十年 是的 我都有很多 投资的 经验 因为 你找到 上一段话说了 找到钱 然后 你要儲起钱 打算自己 用来退休用 你一定不会做真银行 收 活期 因为 Inflation会蠶食 你的收入 哇 这里很漂亮 这里是 公园 长洲公园 你当然会投资 我都不例外 我二十多岁就开始 投资 不过 失败的例子居多 分享给大家 小心点 这些汤 很多 很多 人都是 hold住你 那份 资料 或者你的资料 打算在里面 赚钱的 一有钱 其实是比较危险的 那 我的 投资 基本上便部所有的投资工具 那 我最早买的投资工具就是 一个 基本上可以说是骗局 叫101的储出保险 我同学就随我 我在大学的同学 他做了保险经纪 我说 你做在家的支柱 有没有想过 突然有一天你做不到事 或者你不在这里 那时 家人怎么办 他就知道我很紧张 家人 我是很孝顺 我说是呀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买保险呀 买保险 我不觉得我需要买保险 他就说 OK 现在教你了 还去储蓄 这些保险 帮你存钱 到了你 退休的时候 拿一大笔走的 还有什么 保证红利 还要不保证红利 就算是差 总之价格买了 就很多钱 这么好 这么大笔 垂垂垂 那时很純情 我说的是我 25-26岁 出席工作 2-3年 3-4年左右 这时乎买了我人生第1份 保险 投资型的保险 就是叫做 储出 人寿保 我一个月供4000多元 时间一转眼 由1995年 到了现在 过了 20-30年 看回来 是错误的一个投资 赚钱的 当然就是我同学 我现在才知道 他已经嫁了去 印度 那个同学 我供款的第1年 全部都是他的佣金 就是他拿走了 4万多元的佣金 然后呢 我的供款 我供了20几年 我的供款 可以告诉你 其实 我供了两份 第2份 就是在银行 职员税我的 CD Bank再税我 买多一份 这个保险 又有什么残杂保 比如我是残杂了之后 那个月 他会派1000元 1万元给我 很容易被人说服的 因为我们始终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听听一下 真的挺好保障 哇 真的挺好 出了事之后 还派钱给我家人 接着我家人 我拿到大块钱 又有个钢军在 又可以帮我 储钱 我没关系 他一笔个给钱 还有一红利 好过我自己 花了些钱 依然我买了两份 101 一公就公了20几年 一份就舍到 瘫腰 因为他是基金 基金的101 另外一份 也叫做赚了一点 不过我回报也很低 那 这是一个失败的投资 奉劝大家 投资就没有假收于人 为什么呢 第二件事 我就买股票 那 我要害人炒股票 周围听一下消息 听一下线号 上网看下 其实好像赌博 有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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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拉运来说 其实都是亏的 因为我后来很希望 我没有时间去打你 后来 最笨就是 假售于人 永远都没有假售于人 千万不要 相信 可以帮你赚钱的人 你最好自己 自己想清楚 又是因为 又有一个 新鸿基证券的人 召唤我 召唤你 然后他是我的朋友的 女朋友 他说他是 我的朋友也是 很有名的 电视台的 艺员 一个女友达人 结了分的 当年是他的女朋友 我去听 原来 都算是色色的 那女生 就说是新鸿基证券 我总是跟新鸿基地产有关 其实是没关系 然后他就说 他可以帮我炒 哇 真是 PK了 他一炒 他就不断赚佣金 不断出入 平平出入 很频密的炒 最后都是虚的 到了一年之后 我就斩揽了 我虚了几十万 所以千万不要 交给政见公司炒 是他赚你虚的 第三个 买基金 基金 赚的是基金经理 基金经理 我买了很多只基金 那些管理费 永远是他赚的 我是虚的 我现在基金都不买 不过还没虚得金 我真的发觉 投资里面 大部分人都打算找你钱 OK 找你笨 那么 在 我 六年前 四年前 四年前 我另外一个 伯母跟我说 买债券 有一只债券 六成七厘的息 还有一家很大的公司 海贼隧道也是他建的 那就是新债券 债券 七厘 那时银行只有三厘 两厘多三厘 七厘的息 好美啊 这里有一个瀑布 听不听到这些瀑布声 我买了 然后 另外 又是有另一个银行的资源跟我说 喂 你这么喜欢债券 为什么你不买在恒大 就是 金比都要全英 那么大 全中国最大的地产开发商 那时的利息去到10厘 哇 我一看到利息这么高 就是恒大 大到 too big to fail fail 那么大间公司 怎么会倒闭 买在恒大 我买了两张 一张 大家知道债券 是用美金计价 20万美金一张 买了两张 两张最后现在值多少呢 现在两张加起来都 两千元三千元 那里一次过 一张亏了160万 所以其实 这些 说出来给大家听 你听到这里 你都知道 投资要很小心 因为很多陷阱 为什么我现在还去提前退休呢 你说我买股票又虽 买债券又虽 买基金又虽 全部都虽钱的 买那个保险又虽又被骗了 为什么我现在还可以 支支油油不用上班的 可以自己生活到 关于 我唯一 唯一 成功的东西 让我头上条来跟大家说 就是 我觉得人生 唯一成功的一个投资 而是可以 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最老土的投资方法 什么呢 买砖头 虽然是上一代的传统智慧 现在买砖头 都是最 明智的决定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 挺漂亮的 后面的海境 漂亮 你看 还停留住游艇 好美 啊后面 有防波台 还有游艇 在那里 文國時候的大小姐 因而我祖父 留了一整條街的物業給她 不過1949年 就被大陸政府沒收了 那她老人家思想 黃金和地是最保值的 最老土的思想 她跟我說有朝一日你有錢 就記得沒亂費 省點錢 要不就 買地 買屋 其實買黃金 其他東西就千萬不要買 我現在抱歉 老人家的智慧是對的 不聽老人言 吃虧在眼前 幸好我要聽老人家說 我是一個很孝順的孫子 因為我是留守兒童來的 我婆婆臭大 我很疼我婆婆的 是因為這個原因 我其實 第一層樓是為了我婆婆買的 她的腳不能走 她不能走樓梯 然後我就買了一個有電梯的公寓給她 那個公寓現在升值超過10倍 所以 過去的20年 如果你是有投資 無論是香港的物業 或者是大陸的物業 香港的物業 我想20年 賺到應該是6至7倍 如果是大陸的物業更加誇張 如果投資在 北上廣深 這些一線城市 過去的20年的升幅 是超過10倍的 還有你還沒計算你自己住了20年的租金 因為 那層樓買回來 你不是擺在那裏 不同股票 擺在那裏 那層樓買回來 你還會 繼續在那裏居 那我就買給家人住的 真的是自住的需求 那我的孝心呢 最後是得到很好的pay off 我買給我婆婆住的那些屋 全部都賺了很多錢 我婆婆走了之後 我都沒有賣 這個就是 最老套 最穩陣的投資 亦都是 分享給大家 如果你想 早日財務自由 總結一下 第一就是調整你的心態 沒有學梅媽 七萬元都不夠花 你做到一百歲都要上班 就像我那樣 幾千一萬元都夠花的話 那你就可以做些退休 第二樣東西 很勤力做事 賺到錢之後 沒有亂動 沒有夜夜新歌 去泡 去打火鍋 唱K 洗完些錢 省一點 那時候我儲起 超過一半的錢 另外一半都不是自己花 因為我每個月 我給家人很多錢 我自己儲就儲了一半 其實我自己花很少錢 對於物質沒有太大的需求 譬如說這件的衣服 都是很便宜的 所以我不需要花很多錢 第三個東西就是 穩健的投資 你不需要 找一些 很 勤勁 賺一夜報復的投資 買樓是 很穩陣的投資 最老套 不過最穩陣 我現在 都有買其他的 很穩定的投資 收入的 產品 即是 REIT 或者是 ETF 很穩陣的 回報 很穩定 現在我會賣這些 我完全不加受於人自己賣 最後一點 就是 順勢而行 人是很渺少的 你看回幾十年 你自己決定的東西 很渺少 你可以控制的東西 也是很渺少 包括你自己 生命的場段 你都不可以控制 你的 生活得好不好 真是好視乎 天時地利人和 與人為善 你可以得到人和 天時地利 就是說你自己小心點 看著風向 新加坡的錢之政 李光耀先生 我曾經聽過 他一個訪問 英文做的訪問 他就說 他自己 為何可以令到新加坡 由一個 很窮的 一個 州 馬來西亞的州 被踢了出來之後 現在變成 最富裕的國家 最富裕的國家 他就順勢而行 好像老子那一套 他說 如果風是 against你 那時 你就 Pull yourself down 收藏自己的法 那就等 不要勉強 逆風而行 接著 你見到風 對著你吹了 開始 風向轉變了 那時 你就開始 四零 拉起風 順勢而行 而是走得好盡 好薄都可以 24小時踩行的 Turbo都可以 這個就是 李光耀的分享 其實我現在看回 是很聰明的 我是我最 最當責的 香港經濟意得最好的時候 即是說我30歲 到40歲 出頭 這十幾年 我很勤力 一天翻了16個小時 我沒有過 自己的睡眠時間 私人時間 就是 賺錢 而我是很省的 錢全部都留下 不買名牌子 不買衣服 那些東西 省來做甚麼呢 接著就放在 最傳統的磚頭 後面有很多磚頭 放在磚頭那裏 是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裏 大家有甚麼心得 對於 人生規劃呀 或者投資理財呀 那些都可以在這裏分享 也歡迎大家把我這條影片 分享給有需要的朋友 可能是年輕人 他們需要人生規劃的 或者是老人家 需要提前退休的 是的 都歡迎大家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